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赵露丝二部新剧来袭且是天下星汉灿烂 你更期待哪一部 2022年即将到来 各大视频平台和地方台都放出了新一年的节目单 让网友们都看花了眼 特别是讹厂的新剧中 将会有15部古装剧播出 其中张若云、赵露丝、杨幂等人甚至还有两部以上的作品 可见虽然如今古装作品泛滥、质量惨次不齐 但是也并不影响观众们对她的喜爱和追捧 且是天下 而在这其中 杨阳和赵丝露主演的且是天下就格外的受大家的关注 不仅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原著就是一部热门IP 有着庞大的原著粉 更是因为杨阳和赵露私俩人都是当下口碑比价不错的流量艺人 特别是杨阳,今年和迪丽热巴合作的《你是我的荣耀》 从官宣开始就受到了无数书粉和网友关注 之后播出后更是收获了无数的好评 虽然是一部下饭的小甜剧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部作品的每个点都踩在观众们喜爱的点上 让大家看点又甜又爽 CP粉也是应运而生 再是赵露丝 一部网剧传闻中的陈千千使她火遍全网 直接晋升为当下热门的小花之一 加上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她都是在线的 所以对于她的古装作品 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因此和洋洋合作的且是天下从官宣开始就被无数网友所关注着 如今她出现在额场2022年的片单里 可见距离定档的时间也不会太久 所以大家也不妨期待一下 星汉灿烂 而除了这部作品之外 赵露丝和吴磊合作的星汉灿烂也提上了日程 作为童星 吴磊当初在狼牙榜里扮演的飞流可以说是融化了无数的少女心 之后她和赵露丝还在长歌行里有过合作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 虽然吴磊的演技在线 粉丝也不少 但是她的资源却实在是有些一言难尽 无论是旋风少女二还是斗魄苍穹 口碑和评分都滴到了谷底 之后虽然在很多大型古装剧里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但是却也大多未配角 如今随着年纪的增长 吴磊也开始慢慢地接触感情戏 和妹妹张子峰的《盛夏未来》可以算是一部纯练电影 但是通过这部电影大家也发现俩人已经长大了 而这次和赵露丝合作的《星汉灿烂》 吴磊同样也是出演了感情戏份不少的男主 加上俩人的年纪支撒了一岁 所以CP感还是挺强的 而且不同于解释天下《星汉灿烂》里 融入了更多的家庭元素 虽然不是正剧 但是比起单纯的古偶来说 内容还是丰富了不少 不过虽然如此 但是《星汉灿烂》总的来说还是一部感情剧 这也让不少网友对赵露丝丹一的角色有些逆威了 要知道从他成名开始 基本上所有的作品都是古偶 甚至角色的设定也都大为的相似 加上前两个月刚刚播出的《果子剑来了个女弟子》 她的口碑和人气也在持续下滑 而现在虽然合作的对象咖位比以前高了不少 但是也都还是古装作品 这样不少观众觉得 如果她不转型的话 之后合作的男演员再优秀 也难以挽救她的人设 不过从她接下来的作品看来 显然她暂时还是没有转型的打算的 或者说即使她想 观众和粉丝们也不一定会接受她新的人设 但是无论怎么说 至少她现在的资源还是不错的 如果她能始终保持这样的人气 相信资本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她的 因此 对于她即将播出的两部作品 只要不带偏见去看的话 这样的演员阵容和剧本 还是比较可的 你觉得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